身兼民进党主席的副总统赖清德 在10号特别回到了台南 参观郑南荣基金会全国巡展 更表示台湾已经完成郑南荣的一致 新时代的使命是守护台湾主权 民主和平还有繁荣 另外在傍晚的时候 也出席一载会长交接 行程非常忙碌 80年代的时候就是郑南荣开始的越来越多的 仔细聆听郑南荣留下时机 副总统赖清德再度回到 昔日执政县市台南 为的就是当年的民主斗士特展 写下新时代使命守护台湾 繁荣和平民主主权守护两次 似乎也揭露赖清德 职工2024总统大位决心 郑南荣先生就是百分之百 业论的殉导者 非常令人钳佩的 当然也很令人不舍 想要帮助台湾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 郑南荣先生他讲过一句话 过来就是你们的事情 郑南荣女儿郑竹梅 遗双叶举兰全程陪同解说 赖清德马不停蹄 再跑基层 一载会 一载会讲交接 立康生医董事长郑宇修结棒 立康生计生产的清冠一号 这次疫情帮助许多人 也包括赖副总统 台南的城市在建访 台湾整体也在建访 这个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吃下清冠一号 台湾中药之光 赖神台南赶场 似乎也希望 未来争大位选战 持续发热发光 记者黄富奇谈论报道